C...OK,在錄影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了,经过了上次几个大波的动作,都是用核心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真的用心去练一下,你不明白的,你在留言下面你可以留言,OK,我会看,看完之后我会拍片回答大家,我未必有一个时间,因为很多人问我问题,我未必有一个时间,随时回到我, 大家的答案,因为片我已经拍到,我尽我能力拍,告诉大家的东西,那如果片里面回答不到大家,你再问我的话,我会综合大家的情况之后,我会再拍一条片,告诉大家,因为我用文字的表达,绝对不会比我身体的表达好的,希望大家明白,今集我们会讲回,射球,头栏,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我很之前讲过,one motion, 两样东西就是两样东西,记住,我认为我们亚洲球员,必须要用一样东西的力量,因为它是用你的核心,用你的脚力,你会更加容易用力,更加容易控制,力量越小,控制力就越大, 因为我发觉现在,大家就会很研究,我两分,我这个是不是two motion,我这个是不是one motion,其实大家记住一样东西, 不要对one motion或者two motion有信仰先,没有说一定绝对有一样好的,我只会告诉大家,我们亚洲球员适合one motion,但是在三分区,我们真的是one motion,两分区的话,我之前都讲过,one motion力量太大, 我们未必会做得到one motion,我们未必会做得到one motion去射两分,反过来,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一只呢,又不叫two motion, 因为two motion会有两个动作的,一,接,二,三,是不是,square,pick up,shoot,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我们会有腾胸,但是动作呢,我都是只有一个而已,顺势就出来了, 可能真的,这么说,叫1.5,就是clay thompson那种,你不叫two motion的,是1.5,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今年勒帮James,都开始是1.5, 他不是原地站在那里,但是他三分现在,都是这样射的了,1.5 motion, 勒帮,世界体能最强的篮球员,他都会用1.5,明白吗?所以我们呢,记住, 不要对one motion或者two motion有绝对的信仰,我只会选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我认为最适合我们,我们用这个,我们就有机会赢,我们不用停留,转言,这个是one motion,这个是two motion, 你最紧要转言,怎样令自己更容易入球,这个才是重点,好不好? 今天我们的主要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个投篮的意识,之前我说过很多次,我们射球是,全球, 我们的投篮是传比的框,传比队友叫pass,传比敌人叫turnover,传比的框叫shoot,传球和投篮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传球和射球最大的不同,知道什么吗? 好,知道就不知道,OK,看着,过来,有很多呢,因为我教过很多学生,很多人的问题都是这一样东西,你射球的时候看哪里? 框上面,OK,比赛的时候呢? 你射球,留心,大家都以为自己看过框,我问下一条问题,很多人说, 框在哪里?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还是凭感觉就射出去? 这个就是重点,个个都说看过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看清楚框在哪里? 就是简单来说,你对了焦没有? 我们摄影师就可以帮我做这件事,OK? 将你的对焦点,对到我那里? 很清楚,对了在前面呢? 很清楚啊? 蒙了啊? 是不是? 对了在我身上呢? 很清楚了,但是在前面就会蒙的了? 你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比赛的时间,我们并不是看清楚那篮的,你会发觉他看了很多其他东西的,看了敌人 不会看过框的,框,橙色,和一块板有一个极大的差距,所以我几清楚框在哪里? 但是,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看清楚你要射个球去哪里? 同样,为什么我说要射球等于全球? 球,是不是很清晰啊? 你是不是看着这里啊? 是不是啊? 你不会不停地扫下来的嘛 你很清楚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但是你投篮呢? 你并不清楚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你只是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你扔上去而已 是不是? 你大约知道在那里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个框的哪一点? 这个就是你根本连个目的地在哪里,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射的球 所以,有很多人射球,非常的飘忽 再说多次,你要追求的是稳定,每一球应该差不多 你就很清楚自己看着哪里 练习的时候,阿豪你会看得很清楚那个框 比赛的时候大家看,是没有看过那个框的 好了,反而在比赛里面有个很奇怪的情况 我希望你队友一定发生过的,OK? 我在骗你 你看着CM,他是队友 你会无视了我这个人的存在的 你现在都很逼,是不是? 有很多人是怎样呢? 看着他 直接拿他,他无视了这个人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你射球的时候,你会看我 传球的时候,你不看敌人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东西? 这样也是确定存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样也确定存? 我站在这里了 是不是? 都还会传的 为什么? 你对焦在他,你就看不到我 你很清楚 因为你的传球 很清楚是将你的力量传到那个球 然后将那个球 飞起去到你的队友手上 你很清楚的 力量你会不会控制? 都会控制,是不是? 但是射球你们不会的 觉不觉呢? 是不是? 射球你们看到的地方 拿着球 第一,你看我的 你不是看那个框的 你已经没想过全球了 明白吗? 你看我,为什么? 你不是要射球 你是要射自己出去 所以我一有人便会阻止你 不是吧? 全球不会的 你全球走 射球大部分人射自己出去 那你就跳前 你全球射到蓝底 你用不需要用力? 要不需要跳前 那为什么要射球? 一样而已,没有分别的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想法 意识就是一样东西 记住 看着框子,全球 再来,全好一点 凹下去 你记住 框子 你队友 这个队友是这样 全球给我 啊! 就中了 明白 你要控制 泡沫线 是这样接的 是啊 啊! 你每次炒粉 其实框子都在喊 啊! 这样的,知道吗? 啊! 全好一点好不好? 啊! 这个球 好痛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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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不想你队友 你想不想你队友喊啊? 哎! 他就是这样 good pass 听不听到他喊good pass 这样 nice nice 明白吗? 他不会喊 你如果不是 你再传一球给他 好像刚刚那样 传吧! 啊! 听不听到他喊啊? 给点感情啊 明白吗? 明白吗? 你是传球 记住 不要管自己什么姿势 最紧要一件事 你控制球 传给他 传 传 明白吗? 明白吗? 再来 最紧要这样 传球的时候 今天开始学 off hand 指住你的敌人 sorry off hand 指住你的队友 你的手就会跟着他传出去 左手 指住你的队友 你的球就跟出去 啊! 他很痛啊 CM射一下 一齊 我执 听不听到他很痛啊? 明白吗? 听不听到他很痛啊? 再来 传好点 传 传弱 看清楚 你是留着传球 传 reason 我聽到了他在此呼叫 了 ск 啊! 好,听着,记住一件事,我们真的是一个全球来的 用你最小的力量,你先不要想着这么高抛物线 明白吗?用你最小的力量去全球先 不要常常想着很大力很大力很大力先 明白吗?不要想着很大力,不要想着高 我真的想一件事,就是我要传好这个球 给他先,他都在喊了,明白吗? 你要告诉自己,我是传球 行不行?你是传球,不要再想着射球 射球是潜意识来的,我下次再教如何改了这个潜意识 但今天你先要想一件事,真的传,传给我 对了,左手指传给我,对了,然后向上奔向去 啊,差一点而已,但已经可以了,但你觉得太高了? 不是 好球啊,CM,会不会太高了? 你要觉得自己会不会太高了? 你试试小力点,矮一点 对了,不行,你都是歪的,你现在整个球都歪了 阿豪,你传球怎么传给我的? 对了,怎么传?记住,放在这里 左手指传,右手传出去 对了,向上传 抹褲子手的球,不要再拿中间 向上,向上,我们要向上传 掌心是向上,向上传 向上传,向上传给我 对了,Good 传高一点而已,少一点,不要大力 对了,不要刺手 不要刺手,不要刺手 我们全球不会刺手的 明白吗?Good 记住,我们全球是不会刺手 摆定 压出去 对了 对了 明白 明白,压出去 对了 Good 明白吗? 永远都是这样想 不要刺手 不,我们是传球 无论你什么姿势 滚那个球到地上 去那边 滚过那边 滚过那边 对了 就算无论你什么姿势 我都是传球 去那个宽度 明白吗? 你永远都是想着 不要管自己什么姿势 传球上去 多坏你都要想办法 把球传到那个宽度 看清楚你要去哪一点 看清楚 传 传 你就进了 刀炒 我打算这球进 不行,手指紧了 明白吗? 我们传球 会不会抓住那球 好了,最后一球 时间不多 最后一球 传球 可以吗? 远一点 传球 我们这里不用特别大力 不要用尽你的力量 记住 我们真的要传给队友 传给队友 传给队友 我打算进 到你了 传给队友 放松 真的传球 没有放松了 我没有放松了 再来到你了 好 加油 浩泰 很多人为你欢呼 大家欢呼才可以收回 好 今天完 好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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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